2020年卷2A 第四题 家建为两个购物商场开发会计系统 项目会分阶段执行 第一个阶段探讨需求 第二系统定义 第三数据库设计 第四测试 第五操作维护 问题A 这个系统采用了SQL 编辑器和图像工具 这两个是电脑辅助软件工程Case Tools的工具 写出每个工具在哪个阶段执行 它们的功能和会完成什么工作 SQL 编辑器可以帮助我们写SQL 阶段3、4、5都会用到 而图像工具可以帮我们绘画ERDiagram GUI 图形用户界面 所以在2、3、4、5这四个阶段都会用到 第二 描述两项在第四阶段 我们所交付的成果 会产生什么文件 测试阶段我们需要测试计划 测试数据TestData和测试结果 问题B 家健设置两台独立运作电脑 用来收集两个购物商场S1、S2的会员消费金额 数据会分别储存在两个数据负S1和S2 S1、S2的结构是相同的 三个Field 第一个MID是Member ID S Date是消费的日期 AMT是Amount总金额 面前有两句SQL SQL 1是用了Union 第二个SQL是用了Union All 两句的分别是什么呢 Union会移除重复的记录 而Union All就不会 所以SQL 2产生的记录就会多过SQL 1 而这两句SQL的目的 就是要将两个商场S1和S2的资料进行合拼 问题二 執行SQL 1合拼之后 加件需要清除S1和S2的所有记录 应该用Delete 用Drop这个指令 答案应该用Delete 因为Delete 会删除所有记录 而Table的结构仍然存在 至于Drop 会令到S1和S2两个Table完全消失 连结构都不存在 然后有第三个SQL SQL 3 它会选择S1的三个Field S2的三个Field From S1 Full Outer Joint S2 假设左边S1 右边S2 Full Outer Joint的结果 就是MID相同 我们会要 但Map不中对方的 我们都会要 以下面为例 有两个Record 是Map到的 它们的MID是相同 而左边有两个Record 是Map不到右边 而右边有一个Record 是Map不到左边 所以S2结果有五个Record 中间绿色的两个MID是相同的 而T123和P987两个Map不中右边 最后还有一个R080 Map不中左边 都要 最后我们order by S1的MID S1的State 和S2的State 结果会先排在MID 再排在S1的State 留意结果我未曾做order by 第三 比较S1和S3结果的资料 结果有多少个Record 和有多少个Field S1是Selecting from S1 Union Selecting from S2 所以S1有4个Record 而S2有3个Record 所以4加3结果有7个Record 至于S3 我们分析结果有5个Record 至于属性和蓝 S1和S2有3个Record 结果有3个Record 而S3 S3 Select S1有3个Record S2有3个Record 所以total有6个Record 第四 举出用S3 即Full Outer Joint 的两个好处 好处是我们看到同一行 可以显示到商场1和商场2的资料 也可以比较同一个Member 比如H10040 他们在商场1和商场2的消费金额多少 可以做一个比较 也可以做一个Order Buy 按着MID分组排序